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这样的话才叫做谋公司法 所以权的思想在孙子这篇里头是非常强调的 就是他整个的军事思想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权我上回讲过 有两个主要的观点 一个是顾全局 所以你要全局的思想 这是全局观 有所谓呢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处 不谋一事者不足以谋一时 一事全局都是全部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一个全局观的话 你如果谋一个地区 你如果没有一个整个国家的兴盛 国家兴衰的一个观点的话 你如果谋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发展要搭配国家的策略 你如果没有一辈子的生命观 价值观 一辈子的人生的目标 你如果谋你大学必要做什么 所以你要谋你大学必要做什么 你一定想不出来 为什么会想不出来 因为我们还没有想清楚 没有几个人想清楚了 说我这辈子希望我到入关的时候 进入关台的时候 我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全局的观点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 很全面的检讨了自己 也期待自己一辈子 希望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 那我想他会非常清楚 我大学毕业我要做什么 一定非常清楚 你说是不是这样 这叫不谋一事者 不足以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处 就是这种观点 这是全局观 那这个全局观呢 就是有待各位呢 平常要累积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观察 要搜紧很多的资料 那这是全局观 另外还有一个观 也是跟权有关的 就是什么 保全的概念 也就是说 胜敌而易强 我不是打败的敌人 我打了仗以后呢 不使我自己更弱 反而使我更强了 所以就要以战养战 那孙子这样强调这个概念 我们在第二篇 作战篇的时候就强调 胜敌而易强 为什么打了仗以后 反而是你更强呢 因为我不只打败对手 我还把对方的公司 把对方的什么东西 我把它接收过来了 我把对方的市场 把它接收过来 把对方的人才 我把它并过过来 所以胜敌而易强 这是孙子非常强调的一个观念 所以他不怕 那事实上 因为可以胜敌而易强 我可以驱敌人之志 驱服敌人之兵 有一句话叫做 不战而驱人之兵 对不对 你驱服人家的兵啊 可是你还能够更强 而且呢 你不会花费很大的力气 这中间都是保全的思想 都是权 就是我打败对方了 至少对方顺着我的意识走了 对不对 不费一兵一卒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像以前还没有民主选票的制度的时候 那时候都是靠打仗来更换朝代 所以明朝变清朝 清朝变民国 很多时候都是靠打仗的 现在不是了 现在靠选票 就不需要 费很大的力气 就可以更换朝代 那现在孙子在2500年 500年以前就主张 如果能够让对方屈服 靠别的方法 这才是真正最高明的东西 是吧 这个通通都是保全 胜敌而易强的一种观念的运用 所以这种思想非常先进 各位想想看 当我们去赢得一场战争的时候 要费了很大的力气 是吧 那这种事恐怕就没有人愿意做了 所以你要能够做 赢了还能够保全 还能让自己更强 这都是全的思想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 花了不少时间 谈到全的这种概念 然后现在呢 孙子上一次讲到说 用兵之法 实则为之 武则攻之 背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故小敌之间 大敌之勤也 这个通通都是按照敌情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样的战法 而这战法都是环绕在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之上 就是保全自己的战力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如果是十倍于敌人的兵力的话 我不要耗一兵一兵 我把他围起来就好了 我断对方的水电 我们就停客厅了一次 那我如果是对方兵力的五倍的话 你才可以攻 你如果不是对方的五倍的话 你去攻你很很会输 而且会死得很惨 即使赢的话也是惨胜 惨赢而已 所以五倍你才能攻他 然后呢 倍能分支 你如果只是对方的两倍 你要想到把对方的兵力把他一切为二 一切为三 分对方的力量 就可以把对方一个一个把它吃掉 敌则能战时如果跟对方的 是军力敌 这个敌的意思是是军力敌的意思 我跟对方的兵力是军力敌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一定要有一种能力 我可以跟他对打 我可以跟他PK 对不对 我跟对方BD差不多 那你要有这种能力 我敢跟他PK 而且我有胜算 那如果不急对方 我要能够逃得掉 是不是 有些人逃不掉 对方很厉害 不让你逃 那你要能够逃得掉 那如果我什么都不如他的话 我要能够避开得了他 所以你看这些不同样的因应方法 完全是按照敌情的不同 很有所不同 那如果呢 小敌啊 如果你明明不如对方 可是你是固守的 非常坚持 非常坚固的 非常僵硬的 的一种做法的话 正好啊 大敌啊 就把你整个把它给抬起来就好了 把你放在 他的仓库里头 整个就被他抬走了 这很像以前庄子的讲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人家 很多的财富 放在一个保险库里头 保险库啊 做得非常的坚固 他想啊 小偷进来也不怕 结果小偷一进来 要看 这个保险库 什么东西都有 里头一定 这个什么东西都有 保险库 这个设备 非常好 很难打开 他怎么偷 他当然不会 就打开 他都把他整个把他搬走了 把保险库 整个把他搬走了 所以你很坚固 小敌 你不知道要跑 不知道要裹壁 你还是在那边 这个超面朗鸡 刚刚你很想 跟他对战一下 交战一下 正好就被他整个 把你搬走了 所以呢 战法呢 没有一定的战法 所谓的兵无定法 完全按照敌情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所有这些思考 都是在权的一个概念之下 想出不同样的因应方法 就是如何胜敌 如何能够权 那这边我也请教各位 你怎么样去谋一个 你人生的权 各位自己想想看 那领导者要能够有权 一种全面的一种观点 不能够只是专家观点 专家观点是很小的 你是电子专家 你只顾虑到电子 你是水力专家 是考虑到水 可是一个国家又需要水 又需要电 又需要火 又需要空气 对不对 又需要土壤 什么都需要 所以一定要有个权的概念才行 所以我这边提一个观点 各位想想看 判断力跟用人 为什么跟这边有关系呢 是吧 很多东西是没有答案的 在我们台湾长大的孩子们 经常很期盼 给一个答案 老师丢个问题给你 你们希望 标准答案是什么 老师我讲到作为 答案在哪里 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事实上统计学有标准答案 但是对不起 像这边才谈的领导 判断这种东西 没有标准答案 那没有标准答案 那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我做的对还不对 学习的过程当中 不一定要学对 要学什么 要学判断力 要学什么 要学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要学去观察别人怎么做 要学如何改进自己 要学如何发现自己 哪个地方做的不好 所以没有所谓叫标准答案 所以要习惯这样的一个概念 特别在管理的学习里头 在管理的世界里头 更是没有标准答案 只有参考的答案 所以判断力就变成是一个主角了 各位同学判断力很重要 当我们没有依规 没有一个标准的时候 那我们只能靠判断力 所以判断力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judgment 建立在我们的什么东西上 各位同学 判断力应该怎么建立 什么是我们的判断力 判断力怎么培养 判断力很重要对不对 因为没有标准答案嘛 你去面谈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怎么办 打电话问一下老板 面谈要穿什么服装 请问一下您的问题是问什么 有没有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你们上网 不是这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往往都是 你要走的下一步 你根本不知道要往哪边跨出去 那要靠什么 靠爸爸 靠妈妈 靠老师 靠同学 都不是 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 对不对 这才是真实世界嘛 所以要好好锻炼自己的判断力 要想要做领导者 特别是涉及公共事务的人 特别要磨练自己的判断力 怎么磨练呢 还有你如果是一个领导者 你领导一群人 你要怎么带人 怎么用人 这都是通通要磨练的 这里头通通都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这两个就涵盖一切了 你看这是不是 哪个地方里面用判断力 只要不知道要怎么办的地方 就是要用判断力的时候了 是不是 怎么磨练判断力 有没有说法 独孙子兵法 独孙子兵法 好 还有没有 独孙子兵法可以提升我们判断力 是没有错 因为他有一些想法 对啊 情报怎么样 对吧 我有没有比人家早一步 知己知彼我了不了解我自己 我了不了解对手 这通通都是训练判断力的入门的地方 还有没有想法 莫辰 收集各房资料之后做合理的猜测 哇 这很好啊 做合理的猜测 猜 那你在搞是非题吗 搞选择题 猜错怎么办 猜错就知道以后这个不能做 猜错就以后 这个答案千万不要再想 对不对 那这样不是输了吗 这样不是失败了吗 猜错了 我们要赢啊 我们要赢啊 怎么可以猜错啊 那怎么办 就如果如果结果是好的话 那就表示就运气好猜对 那如果猜错的话 那就是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说 就是就是整个事情已经结束之后 回头看整个整件事情的发生 的话会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错了 因为如果做错的话 一定是当时就是自己疏忽掉了某些的资讯 或者是条件可以做出当时觉得合理的决定 可是实际上是不好的机会 好 OK 再 要补充他同学的 他现在想法跟我差不多 那如果一旦是猜错的话 他就是培养下一次的判断力 哦 就培养下一次判断力 这个讲很好 你是惊艳的累积 久了就变得智慧了对不对 你的答案不错 这答案有综合的效应 重效 还有没有 错了怎么办 各位好 继续教学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 学姐的看法 要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错误的决定 对不对 下次要这一次 是 是 是 好 那下一次如果再错怎么办 再继续继续下去 你看到没有 再继续继续下去 不要再错了 不要再错了 OK 那如果第三次又错了怎么办 事不过三个 换个角度想 第四次又错了怎么办 就请教人家 第五次又错了怎么办 就退淫江湖了 我告诉你 你们不是经常想要讲创新吗 创新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就是不要 不要什么 不要怕错 不要怕犯错 所以我很期待你们刚刚有谁会讲这句话 不要怕犯错 你错一次怎么了不起啊 错两次怎么了不起啊 爱迪真以前 他说他经常做实验都错了900多次 他只要最后一次成功就好了 那人家说你前面所错的900多次你怎么看待他 他说900多次我每一次失败每一次错误就告诉我 我的正确的答案绝对不在那些错误的那些方向里头 所以我不断的缩小我的正确答案的范围 所以我虽然在犯错 但是我的方向慢慢在调整 我的焦点就慢慢聚焦了 所以我一定有一天我一定会成功 这样的过程又叫做学习 又叫创新又叫创造 你们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想创业创新创造吗 我告诉你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就是不要怕犯错 就是这样的概念 那不要怕犯错 你错了五次错了十次错了900多次 这个错误的过程当中就是慢慢在培养你的什么 你的判断力 当你错了三次以后 我告诉你你的判断力就慢慢就变敏锐了 你人就变谨慎了 你不轻易出拳了 你不轻易投资了 对不对 那你在干嘛 你会多用你的脑袋了 你会吸取很惨重的教训 你就越来越精明了 判断力就是要慢慢磨练出来 那其中一个主要的精神就是不要怕犯错 用轮就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这个先点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一句话就是我为什么讲这个原因 各位看一看 这个很好了 然后进入到这个 当降临的事实上是国家的很重要的宝贝 是国家的什么 是国家的辅助工具 是国家的宰相 宰相是辅足内政 降临是辅足外面的战役 外战 那辅导的如果很周全的话 这国家会强 那如果辅导的不周全的话 国家会弱 这句话在强调什么 强调降临的重要性 那我们来看作战篇 有一句话叫知兵之将 民音之实名 是主宰国家百姓人民性命安全的一个 一个指挥官 一个真正的重镇 而是国家安危之主也 那在地形片里头 也有这样一个对降临的一段说辞 这段说辞 他说降临应该要敬不求民 退不避罪 唯民是保 一心一意志要保护国家百姓 而能够创造真正符合国家利益 和于国军的利益 和于国家的利益 一心意志要为国家谋求利益 这样是真正是国家的宝贝 知道吧 那这个是对降临的一个赞美 降应有的一个条件 所以进一步再讲 那么所以说国军应该怎么对待降临呢 既然降临那么重要 国军应该注意哦 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 他说军当国军的人啊 会经常会容易犯三种错误 那对于军事这方面来讲的话 三种很可能会犯的错误 第一个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未知进 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未知退 视为弥军 这是第一种 第一种错误 第二种错误 不知三军之事 而同三军之政者 则军事获隐 第三种 不知三军之权 而同三军之任 则军事已矣 三军既已获解矣 则诸侯之弹制矣 是为乱军隐胜 下面最后这句话 就很清楚了 上面呢有三个东西 我分别解释 首先先看一下曹操 我上来给你们介绍那本 《孙子石家柱》那本书啊 你们如果要买的话 有哪些地方看不懂都可以去参考 那其中呢曹操有一句话 他说啊 军容不入国 国容不入军 意思就是说 军事的思想 跟一般的治理国家思想 是不太 不太能够完全能够揭揽 不太能够清楚 都能够套用 国容不入军 那重点是最后这句话 李不可以治兵也 我想到 好比说 红仲秋案 红仲秋案是不是全国就 发出很大的怒吼 然后后来运势把军阀 也给废除掉了 现在军人犯罪的话 也一样送到民间的司法法庭里头去審 用检察官 对不对 然后在法院里头 跟一般的民众一样判罪 请问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做好不好 不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将军的威严禁事 只是威严禁事而已吗 还有没有 好 威严禁事 还有没有 军事上头 为什么特别要有个军法 有个军事法庭 他有个军法 军事的那个法律规章 那个规定 那个比一般的民间的法律 那还要来严格 所以你要是听到人家说 这个人要将军法审判 哇那吓死人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刑期啊 还有那个处罚 都是更加严重的 那为什么现在把它废除掉了 因为洪仲丘的案子 是不是 那是军人自己呢 自己 不愿好好去约束 就像呢 阿巴契的这个直升机也是一样 你居然允许 那么重要的军事的机密 让贵妇团坐上去 然后去拍照 他泼上去 然后去泄露 很重要的国家机密 然后后来现在会变成怎么样 现在变成很重大的一些危机案 然后十几颗星星呢 都一时间同时都被处罚 像这些事情 如果硬是你要以民间的这种司法 治理国家的标准来看 就是曹操所讲的理啊 国家讲道理 国家一般的法理 法则 国家的法律来治兵的话 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红重秋的案呢 现在把军法废除了 回归一般的司法 这就如同不知三军之事 这边所讲的 而同三军之政 军中呢 自从红重秋案以后 废除了官禁闭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件事 再没有还禁闭了 因为没有司长 没有旅长敢关士兵的禁闭 所以阿兵哥就很爽了 你以前最怕的是什么 关禁闭 关禁闭的话 不只睡的地方很小 一天到晚还要操客 对不对 红重秋就被操死了 那从此以后 EFS以后 再没有禁闭式这种东西 不敢操练 不敢操练的话 会产生什么后果 没有人关禁闭 他再坏 就只好随着他坏了 了不起只能够轻轻 轻轻摸他一下 叫他去交互蹲跳 叫他去罚个禁竹 可是这些东西没有正设立 你要把他送去关禁闭的话 关一个月 关多久的话 他会怕 那如果士兵不怕你的话 你就没办法矫正他任何的行为 那更何况军中有一些卧虎长龙 有很多人都是一些 外面的一些流氓 很大条 他去当兵 那你把震慑他的东西把它拿掉了 他不再怕你 就没办法练兵了 那你以前还用军法 他还怕 现在如果军法拿掉了 回归司法 那跟一般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所以军中的世界跟社会世界 几乎没什么两样 是吧 所以 这个就是呢 不知三军之事 有同三军之政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阿巴西的直升机的这个案子 我们可以看清楚的说军人喜欢巴结权贵 那以前不是讲的军人要不怕死 你军人连一个有钱的你都怕了 那你还讲他叫他不怕死吗 所以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我们现在军中的环境如何 就是朝了这几句话就可以发现 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强调 像木兵现在很强调舒适的 的居住环境跟工作环境你知道吗 你看国军的木兵 他们很强调什么 睡觉有冷气房 中央空调 打野外到外面吃东西的话 中央厨房送去热喷喷的饭食五菜一汤 所以你打野外打得辛苦 没关系准时的就一定供应非常好的餐饮上去 所以现在不再强调当兵的应该强调什么 一种军魂 他不再强调这个强调舒适的工作环境 这个都是犯了这句话 就是不知三军之全变 三军是打野战的 三军是要作战的 要能够料敌要能够病例 要能够保卫家园 这样就很多的事情是要全谋要全变的 不知道这种道理 而同三军之政而已 也一起要来过问 要来插手军事里头的一些人事 军事里头的一些任务 这样的话军魂不建议 以上所讲有没有问题 同意吗 这样军队没有办法打他 但是事实上整个国家就在去年 或者前年红仲修案发生的时候 就这样走上这个道路 现在你也看阿巴西的这个贵妇团的案子 现在也让国军也搞的军纪啊 你发觉他荡然无存 然后他现在要怎么去处罚这些将领 居然发觉整个阿巴西岸的这个旅啊 六栋妖旅里头 不止一个参观团 有两个参观团 三个参观团 他发觉有四个参观团 他发觉几乎全里所有的军官 多多少少都有带他们亲朋好友来参观 你知道吗 那在这之前不知道多少人上去做过 拍过照了 现在都不从而去 所以你看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 所以国军代表的是政治 代表的是社会各界 不应该轻于介入军事 否则的话军魂容易破掉 那这个不知军是不可以退而未知退 就让我想到一个案例 匪水之战前勤府间 九十万大军集结在匪水那个地方 然后守军的这个东晋的谢安呢 派谢玄到前线去跟了府间讲 说你们 你们已经过了匪水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应该这样说 他们到了匪水的对岸那边 我们在这个谢玄在匪水这边 所以两边是不是隔了一条匪水 那府间那边的冰队呢 已经冰临在这个匪水的对岸 那谢玄呢就派人去跟府间讲 讲说呢 我们要打的话你要往后退一下 那府间在匪水的对面 那他在这边 派人过去跟他 我们要打的话 你们靠近江边 靠这个水靠太近 我大军过去根本没有空间可以跟你对打 你知道吗 我怎么可以对打 如果你不后退一点的话 怎么打 没有空间可以打 那府间一听 蛮有道理的 就从那个江边就往后退 就在退的时候 谢玄在先前对于埋伏的间谍 就在退的时候 因为他有八十万大军 九十万大军 就开始散步遥远 在军营里头 九十万大军那多少人呢 高丘市有多少人 你知道吗 也不过一百五十万 九十万相当于哪个城市的人口 台南市 旧的台南市 九十万 你在台南市放个谣言 谁知道谁放的 没人知道对不对 就在九十万的兵营里头 就开始放谣言的时候 前面打败了 秦军已经打败仗了 所以开始后退了 后面的那个 后面的军营里头的人 一听前面散步这样的谣言过来 糟糕打败仗 赶快逃 所以根本不发一兵一组 就全部就开始往后退 退了的时候就是 就是人压马翻了 就是在逃难一样 根本连打都没打 就这样整个军队就一直逃 一直逃 不是被打败了 而是被自己吓坏了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肥水之战 那这个地方 就中了这么一句话 不知军是不可以退 又会一直退 兵队是不可以随便退 那也不能随便进 像春秋的时候呢 吴国远征楚国 吴军已经濒临汗水了 楚国的首都银城呢 维之战戏 维之战戏 楚国呢本来想要协同南北两军呢 来准备事迹来夹击 可惜了 那楚将呢那时候南王呢贪攻啊 就轻易就抢渡汗水 那想要提早决战 结果呢一边抢攻 另外一边搭配的没有跟他搭配 所以就很轻易被吴军打败了 被吴军打败一边以后呢 就整个全盘结束了 所以这个是不知军是不可以进而未知进 因此呢我们这边呢 讲军主啊 一定要懂这个军主啊 国军或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呢 很容易呢在军事上头会犯三种错误 不知进而进 不知退而退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 不知三军之权同三军之政 军事获隐 这个叫做万军隐胜 这个情形呢就让我们想到立法院 立法院的租公啊 其实他们应该多读一点军事的事 所以在管军人的事的时候啊 可以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边呢有 我上网去找了一些东西啊 你们自己看一下 重点呢是要讲下一页这个地方 我告诉各位 这个啊 争取战略主动 是任何伟大将领所必备的伟大理性 谢安为什么赢得 肥水日战争场战争呢 就是他处处主动战局 虽然我人数很少只有八万人 对上了福建的九十万大军 他能够主动派间谍 然后还要告诉他说 你们在肥水的对岸要打的话 我 我的兵如果 行进到江岸 江上的时候 你突然间打我的时候 那是不公平 所以你应该退回一下 让我能够安全降到对岸的时候 我们要打再来打 他局面也接受了 你们注意到 所以这个就是很主动的 他能完全争取战略主动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 那 这边这一段话也是告诉各位 重点不是攻或守的问题 重点是主动 或是被动的事 那这主动跟被动呢 是关键 只要是趋于主动地位 因时至宜 攻守均可得胜 如果是陷于被动 这应接不暇 就要攻守两难 各位同学 攻或守 只是一种形式 一种硬抵的形式 有没有一种战争是 我是主动 可是我是守的 守而主动 有没有一种攻 是被动的 被动 不攻不行 有没有一种形式是 我是主动 可是我现在愿意采取守施 我不愿意打理 这种案例很多 所以重点不是你攻或守 重点是你是主动还是被动 所以姑且不认刚刚谢安所打败 釜坚的那个案例 它是完全操控的整个战局 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操控战局 能够操控战局的话 即使我守 我随时可以反守为攻 你按兵不动 这是守 对不对 可是按兵不动是 你没有办法 所以被迫按兵不动 还是你有很多的方法 你在观察形式 你等待最好的时机 所以在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时机之前 你按兵不动 所以按兵不动有两种 一种是很主动的按兵不动 一种是被动的按兵不动 你是哪一种 有一些地方是易守难攻 所以事实上我只要守 我不派兵出去的话 我就可以占据主动 知道吗 所以重点在于说 要我们要能够处处要去当主动 应该是掌握整个大局 是 所以主动跟 不是主动 公跟守 是掌握大局的攻守 就像 那个 那个 赤堤之战的时候 东吴在等 不是在等 是在等风风 因为风向对了就可以放空 所以在等市的到来 或者是在准备市的行程 所以这个时候用手示 用手 可是他是主动还是被动 他主动在造型 他是主动 偷修动的意思吗 他在等待攻风 所以他内心里头 他是有战略思想的 他在等待一个时机 所以重点是主动 还是被动 而不是你攻或守 攻守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我不知道你们关心政治议题啊 像老师个人是很关心我们台湾的局势 我们大家在谈两岸之间的形势 各位同学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请问中国是攻还是守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对我们台湾来讲是攻还是守 你告诉我 各自表述 一个中国是守 一个中国是守 是对对方来讲 我们是攻 你们同不同意那些看法 这创造是一个模糊的封键 创造模糊的封键 是攻还是守 是主动还是被动 知道吗 八个字就代表了两岸之间的那种战略 然后剩下的台面上彼此之间怎么去对峙 那是战术 所以重点是什么 还是告诉各位 要争取战略上所的主动 所以谁能够研发出新的台面 有一个像现在很热门的Apple Watch 对不对 是不是兵家必胜之地 是还是不是 对不对 结果所有的重要的是竞争对手 都跟着Apple玩哦 他已经掌握了主动了 所以大家只能跟着他 这就是没有所谓的攻破手了 攻守都已经在其次了 重点是谁当主动 谁能够创造出一种主动的形式 让对手只好跟着发牌 所以想要打胜仗的人 要好好留心一下 在这场战局里头 我们到底是扮演主动角色还是被动 他们被动是什么 被人家牵着兵手 主动是我 我主动可以调动敌人的兵力 我往右边打 敌人就不得不往右边 我往左边打 敌人就不得不跟着我打左边 选战的时候在打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党经常很会容易掌握议题 所以另外一个党 老子都被逼的跟着对方走 那就是往外选就是被动的方法 所以想要赢的话呢 一定要想到要知道 我今天可以用手 可是手势当中 我是占主动的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主动被动 我不要太注意到那个是手还是攻 重点不是手或攻 重点是你是主动还是被动 所以我们在安排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在这里也让我们有一些启发 就是我们要主动的 要对自己的人生能够做出安排 做出规划 而不是被动的 爸妈妈叫你去哪边你就去哪边 被同学看同学在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 那个是被动 什么是你的主动 我想要做什么 我对什么东西 做起来很舒服 所以这条路是适合我的 你懂吗 这个时候你去做安排出来 你是主动的 只有在主动的情勢之下 你才能支配对手 你才能拥有真正的战略优势 你才能对对手发号施令 让对手不择不跟着你走 这下一来的话 你掌握的不只是资源 你更掌握了发牌权 你掌握了一种无形的优势 这个优势有钱买不到的 会打仗的人 在这个地方 花非常大的气力 在掌握主动 好 现在问题呢 你要如何掌握主动 如何发牌 如果是让我在哪边起火 在哪边发动战争 启动整个战局 这种能力做到这个主动性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说什么 知性要通俗 还有没有 很好 不错 还有没有 要扮演主动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扮演主动 每个人都有资格 但是你要具备什么条件 你才有发牌权 你要打动 让对方跟着你走 让别人跟着你走的话 你就可以调动别人 你知不知道 别人就失去了先机了 你就占有绝大的优势 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够 你这样主动的角色 知人而不治于人 这就是知人不治于人 怎么样才能够治人不治于人 看到对方的利益点 驱使他去 看到对方的利益点 驱使他去 OK 资讯 还有没有 资源比较公佩 资源比较公佩 有钱就一定可以驱动对方吗 不一定是有钱 不一定 资讯 OK 有人才 有人才 OK 讲具体一点 我要怎么样才扮演 治于人而不治于人 治人就是说 使别人听你的话 愿跟着你走 所以主动权在你手上 那你如果治于人的话 你就跟着人家走了 跟着人家走 你怎么散都散不过人家 你知道吗 在很多的竞争的场合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会自觉发觉 糟糕 我失去了先机了 最后只能跟着人家发牌 那比如说 Apple Watch不是很多人在争吗 很多公司在争吗 现在Apple率先推出来了 那很多人 难道不想去吃这块大肥肉吗 也很想吃 对不对 可是因为你技术 或是时间 点上而不如人家 所以你只好暂时去居于老二 是吧 可是我还是一样 投入很多的钱 所以准备哪一天 Apple这个势头 没有跟上去的时候 我就可以取得带去 我就退出新的产品出来 是吧 但是不管你现在是老大还是老二 你要记得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永远要想办法 找到那个主动去 你是攻 或是你是手 这在其次 重点是掌握的主动 整个战局是不是听你的 是这个意思 你是听别人的吗 还是你听 还是 还是 听你的 这很重要 像以前 我我举到像以前孙中山革命的时候 侯父孙中山革命的时候 他虽然是个小小的一股势力 是不是 可是你他 再给你几个亿 那边几个亿 那边几个亿 你觉得他是主动的 他十足的主动啊 所以即使他自愿很少 可是我今天准备在那边打 我就可以在那边打 你满清的军队只好被迫在那边依应我 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我准备在那边打 我就可以让敌人不得不把他的自愿 把他的兵队掉到那边去应付我 这样一来我告诉你 我只要打十次 打到第十一次 即使我前十次都失败 我第十一次终于成功了 主动和被动都差这么多啊 而这种主动被动的差别 就在战略的意义上 我可以完全支配战群 那现在两岸的情势也是一样 对不对 你有没有办法提出个什么论述出来 那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就是模糊 模糊也是一种公式 争取一些时间 让对方没有正当性对我们怎么样 是 对方如果要对我们怎么样 他也找不到活力点 但是如果把他给清楚而不模糊 那就有正当性 那就比较危险 是啊 所以你要知道真正司法在卓眼的时候 就是要想办法去创造出 模糊有时候是攻击性 有时候模糊是防守性 但是你喊一个中国 我们喊一个各自表述 这也是一种攻击的地方 是模糊嘛 对不对 模糊我也可以手中带攻啊 那这样说起来民进党在退守 好那民进党你现在喊出保持现状 是吧 对吧 蔡英文他选总统不是喊出保持现状 有没有 这两天报纸在说啊 他就发出保持现状 请问一下保持现状是攻势还是手势 是模糊还是清楚 清楚的被动 清楚的被动 因为保持现状是对我们自己人讲的 但是对大陆人来讲 他没有任何公式的战略意义 而且保持现状的话 其实就是对方怎么讲就是怎么样 因为你说保持现状 所以现状是我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个也有这样的意思 当我说保持现状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不是跟我们好好的吗 也没有开打也没开骂吧 就我们这样继续下去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一种公式的手势呢 其实公手都有 可是问题是 你喊出这样的一个号出来 这样的一个战略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他很清楚 就是他要保持现状 可是他要这个现状的时候 正好呢 跟他以前所攻打的马英九的政府 正好是相矛盾的 他以前不是说人家轻松卖牌吗 现状就是轻松卖牌啊 按照他们的说法 那保持现状就是你要跟着要轻松卖牌不是吗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都很矛盾啊 但是为了胜选啊 可以喊出各式各样的花招出来 但是你来想 到底是一个中国各式表述 比较高明的一个公所并重的一个战略 还是保持现状 还是我们这位柯市长 前一阵不是说什么 至于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一个中国有任何问题 对一个中国不是问题 至于一个中国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 就是这个意思 他只换一个说法而已 可是你一个中国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比较清楚比较好的还是各式表说法 比如说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说我的中华民共 所以现在两岸是真啊 都在争这个啊 都争这个啊 你怎么去维护自己的主权 然后又能够站稳脚跟利与不败 是不是 所以谈孙子的比法 很难不去谈到这些军国大事 是不是 那商业方面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会留意的 经济方面的事情 是财务 国际金融的事情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我只是希望同学 要去聊聊 国家的大事 都可以从孙子兵法的角度去看待它 主动跟被动 谁掌握主动谁掌握被动 如果以保持现状来讲的话 比较好还是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各式表述 比较有公有手 你可以研判看看哪个比较主动 就是主动也好 我觉得如果保持现状 因为其实现在经济的话语权在中共 所以保持现状 其实当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在争夺什么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被动的 被动的就是一个策略 但如果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其实你可以跨过去 我中华民国涵盖到某些某些领域 例如说在文化的领域 或者在哪些领域 我觉得我还可以协助中国更好 于是我可以跨进去 所以我觉得在战略的 就是经济战略上面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 经济战略的灵活性会比较高 保持现状的话 如果你保持现状 对方他也保持现状 可是今天例如说亚投行我不让你参加 因为过去的现状没有亚投行 所以我当然不让你参加 因为保持现状 现在主动性就完全在对方的手里 没错 所以你要知道 你跟对手在争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小国 对方是大国 人家的势力我们不能急 但是要想办法创造出一种战略性的主动 保持现状是为了要胜选 他为了要胜选 所以喊出了一种 好像保持现状 现在你什么事都不要做 不就是保持现状了吗 是不是 他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做 我不会做那些你不喜欢做的事 请放心 可是他的意涵又衍生出 我将来说不定我就不想保持现状 也有这种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但是无论你打什么牌 你要永远要记得一个概念 战略主动 要战略主动 争取一个主动性 所以像拿破仑说的 作战应该遵守的金科预律 就是永远不要按照敌人所期望而行 主动性 那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主动 前提是 刚刚同学有讲到 但是没有进一步追及的一个point 就是什么 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知 你要比人家知道的更多 你要比人家早一步知道 先知 先知来自于什么 情报 资讯 你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如果你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假设你卖东西给顾客 你知道顾客的底价是多少 是50块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他的底价是50块的话 那对方不是任你宰割了吗 所以大家在掩盖了 大家在防守是自己的底牌 自己的底线 底线就是底线 就是永远不可以让对方知道 可是如果说你有办法去知道 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知道对方的底线的话 那你彻底可以击败对方 对方也想要知道你的底线啊 所以双方便就开始用间谍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准备去突破对方的防守 了解对方的底牌 想办法先知 所以这里头的打仗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谁能够知 谁能够比对方先知 而至于你对敌人什么都不知的 根本不用打 是吧 我说我觉得除了先知还有动见 所谓动见就包含在先知里头 我不知道你对动见的理解是什么 动见就是你看穿一些事对不对 对 那就是知嘛 或者可以一起事情的发展 是 那个都是先知 那都是孙子所讲的先知的一部分 先知就是先别人而知啊 比别人早一分钟知也是先知啊 比别人早一个小时知道 那个小时就是双方差距的最主要的根源 就是那个小时 那个小时决定了胜败 所以在孙子的军事思想里头 他非常强调一个东西 各位同学 就这个知 这个知呢更进一步的 他衍生出最后一句很有名千古的名言 就是知己知彼 所以你现在要知的话呢 你要自己知道自己 而且要知道你的对手 那到了九地篇的时候 更进一步强调 你不只知道自己 知道对手 你还知道天时 还知道地利 要知天知地 知己知彼 知道吗 知己知己容易啊 你认识你自己有多少 各位同学 把头抬起来 回应我们的问题 不要做别的事 好不好 你能够来选这门课 我很欢迎你 但是我真的希望给你带来一些东西 那前提是你愿意加入我们 如果不愿意加入我们的话呢 我没办法帮助你 知道吗 所以我们欢迎各位同学 跟我们一块探讨 我希望你提你的问题 希望我提的问题 你有回应 知 knowledge cognition knowing information 对不对 通通通通都是属于知 知 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知 知道自己 知 认识自己的长处短处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肚子饿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睡觉 知道自己一天非要休息多久 知道自己一天一定要喝几公升的水 知道自己的有限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是一个limit不能再超越过去 所以一切的知 才能够安排出可能的胜战出来 所以知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可是我们都知道 自己是一辈子当最大的敌人 想要知道自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很多人知道对手比知道自己还来得多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眼睛都是向外看的 所以我们眼睛很容易看到对手 可以观察对手 花很多时间收集对方很多的情报 可是却望了我们旁边 这些跟着旁边的这些伙伴 他在想什么 到头来很可能输掉我伙伴出卖了我 所以我对别人知道很清楚 对市场很了解 可是反而不了解我的组织 就是知彼而不知己 那也有可能是知道自己 自己的组织蛮强的 可是对市场外面不知道 没有花时间了解技术 现在这些什么新的技术起来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金融形式 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会升息 你注不注意美国升不升息 一个月以前那时候大家看美金要升息 一个月以后的今天现在打的是人民币 是吧 亚投行出来以后 现在整个世界的金融形式整个改变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知道这件事吗 所以像人民币现在一直非常看俏 是吧 美金也不知道它何时会升息 有人说是六月底 有人说是九月 有人说年底 有人说今年根本不会升 没有人知啊 没有人知啊 你也如何能够知 而且让别人家找一步知 你如果人家要知一天的话 你就少赚一天的钱 你也可能败在这一天 所以先人价而知 有一些知是属于information 这方面的知 有一些是动见 你刚刚所讲的欲见 这方面的知 你能够找一步看清楚 对方的意图是什么 圣派的观念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第十三篇 这个 这个 最后那一篇间谍篇的时候 所以有一句名言 希望你们能牢记 他说啊 明君贤将啊 所以能够动而胜人 成功出于重者 先知也 明君贤将 你自己查一下第十三篇 里头的一段话 你可以不用抄 你找到第十三篇的原文 我请各位同学 一定要去买一本原文书 有没有去买啊 买了没有 多买了哈 没有人举手哦 没有买的举手 有人真的举手了 那赶快去买一本好不好 买一本原文本 自己早前好好读一读 明君贤将 所以动 一动 一动 就能够赢得了别人 动而胜人 然后成功出于重人 就是别人家还能够出人头地 成功出于重 出于重人 为什么呢 因为先知也 先知 比谁先知 比对手先知 比别的人都先知 先知什么 先了解对方的意图 先了解大的形式 先了解 我们大概共同的对手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先知也 对方也要了解你 你也想要了解对方 谁先达成 知彼的任务 先知 谁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力量 先知 这先知不是阿拉真主那边的先知 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Messiah 那个Angel 那种先知 不是那个意思 意思是说 比人家先一步知道 所以孙子兵皇在先知这个上 是非常强调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各位同学 了解自己 了解对手 可以从太极拳 人不知我 我独自人 这八个字里头 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为什么呢 你说中国的思想跟哲学 中国文化里的思想哲学 其实在他的拳术上 有一个表现出来 太极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运动 就是你跟着对方走 对方打过来 你就被他打 可是你不要被他真的打着了 你顺着对方走 你看人家两个人在打太极拳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在干什么 两个在跳太极拳舞吗 在跳曼谷吗 在跳什么 所以说你跟着对方移动 他这样打你 你就往这样退 你不要让他对着就对了 那他这样打你就跟着他过去 你在干什么 是谁主动 是谁主动 当对方打你你就顺着他 往这边推你就往这边躲 你顺着他 你顺着他 是谁主动啊 这样是谁主动来的 找过优势的主动 谁主动 谁找过优势 他打过来你就这样推着他 他退回去的时候你就跟着前进 对不对 他往右边你就跟着右边 他往左边你跟他往左边 可是你就是这样顺着他 顺着顺到有一天他力量出进以后 你轻轻一推 就要四两拨前进 他就倒了 请问是谁主动 是谁主动 这就那八个字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打我的那个人 他根本对我不了解 他一直要探查 我哪个地方是我的灶门 可是我只做一件事 我就顺着他走 我就达成了掩饰我自己的目的 所以对手根本没有摸着我的优势 我的力量在哪边 反而我顺着他走 我不断搭着他的身体的肢结 他的力量在哪里 我是一清二楚 辽若之上 谁占优势 谁主动来的吗 你懂我意思吗 谁攻 谁守 谁在攻 对方打我是在攻对不对 我顺着他走我在守对不对 可是对不起谁主动 谁主动 我主动啊 知道没有 然后我要打的时候 只要看时间一到 轻轻一推 对方就被我打败了 知道了吗 让自己处在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 什么叫绝对优势 很难讲咯 但是你体会的八个字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你就占 占据的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 为什么占据绝对的优势 因为我就可以轻易的击败对手 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个你不太认识的人 他主动来找你 主动跟你搭讪 你要怎么办 你要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不一定是陌生人 有一个你不太熟的人 如果他对你突然间很热情 很热烈 你要做什么 你做什么 你可以想到太极拳 这八个字 你顺着对方 然后顺疼摸瓜 你要干什么 你要摸清楚对方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你才决定说他是善还是不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决定要怎么做 完全取决于对方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意图 用什么招数 对方是攻还是守 对方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 可是在弄清楚的过程当中 不可以让对方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就这八个字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所以要知道对方 不让对方知道我 而且我还必须要了解我自己 而且我还要知道天时 知道地利 知道外面的总体环境 你看打仗求胜有多难 孙子思想要讲这些东西 而且不只知 而且要比人家早一步知道 好 先 就是在了解自己的话 还有这些天时一定可以靠的就是 不断的去了解自己 和事前做功课可以了解 可是如果像是对方的情报的话 有的时候就需要用到见底 对吧 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么光明的手段 所以 在 可能我们有达成目的 可是我们用了 可能 不是这么 可能是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的时候 就是要对自己的人去交代 对谁交代 例如说对自己的反对 就是我们为了 为了谋求自己反对的利益 可是我们做了一些 不是这么正当的事情 好比说什么事 你说企业伦理 间谍就是一个 你觉得间谍 你觉得间谍是不符合伦理的 就是间谍如果你把它谈在阳光下的话 它不是一个很符合的事情 很光明的 但是它是必要存在的 是 没有啦 这同学应该误会 他认为很像我们在战争 一定要派一个细座到对方去 那其实你要收集对方企业的情报 透过 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透过你的同学 的朋友 或者是在这个产业 聊天 吃饭 或者是网络上很多情报都可以得到 不见得要 真的派一个细座去那边 探评情报 我说的是那种可能 就是很 很致命的 就是可能 可能公司里面 然后一个很很大的人 被用什么方式挖走之类的 挖脚人家到底道不道德 把对方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的人物 把人家挖脚过来 偷取对方重要的军事机密 这道不道德 老师我觉得 道不道德不是我们主要的人 是那个废话 废话说你实在是个小人 你太没有道德 太没良心了 你知道我失败了 你太没有道德了 你知道日本人当初啊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 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时候还比不上俄国 比不上西欧的一些欧洲一些列强 可是日本一定要站立起来 日本人派出大量的留学生 留德的派很多人 留英的 留苏的俄罗斯 那个时候美国比较远一点 最主要是向欧洲取经 所以日本学习最主要对象是谁 是德国 他们为了窃取对方的工业机密 工业情报 很多时候要出关的时候 都会被人家搜查 所以他们怎么藏你知道吗 像现在有些运毒贩毒的人 都把它吃下去 藏在大肠里头 然后安全以后 再一颗一颗把它放出来 这实在是 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很难过 可是为了国家的重要机密 为了国家的发展 那日本很多的情报呢 是把它给 把手割开 把它塞到那个手背里头 再把它缝上去 有些是藏在自己的肚子里头 日本人很喜欢切腹 是吧 切开来 不要切那么深就好 防在里头 那有些把它吃进去 用一个什么胶囊 或者什么塑胶袋把它吃进去 吞进去以后回去 然后叫国家帮它剥拍 它死的没关系 我为国家争取到了一个 还不说引擎重要的一个制造技术 那那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放在人体里头 你实在放在外面任何地方 都很容易被收出来 很容易被判处死刑 前不后继不知道多久 收集了多少欧洲一些列强的 主要的一些军事 还有国防的机密 还有一些重大的一些科技的技术 所以常常造成日本那么快的 就这样起来 它明治维新1856年1860年 它打败俄国海军那是什么时候 你们有读小武战争1895年 就算1895年 才算减1860年 也不过35年而已啊 对不对 那打败俄国它还更早吧 是吧 总之大概是起来30年 为什么30年 30年是1970年到2000年 也是30年啊 等到30年之后 它成为一个一流的国家了 那你说它道不道德 今天还有人说它不道德吗 那你觉得美国人做的是道不道德 所以很多时候啊 你会发觉我上礼拜跟你讲 一个国家一群人能够生存下来 一个国家2300万 或是哪一个国家能够生存下来 能够创造万事子民的一个财富 或是兴盛起来 那个是最大的道德 那个才是最大的道德 可以接受吗 国与国之间 国与国之间 为什么你就会发觉到 国与国之间 如果今天跟它谨守道德的话 就像二次大战 打完战胜以后 整个中华民国被日本人 蹂躏了一二十年 有没有 从918事变就开始 对不对 你们还读不读历史 记得吧 918是不是是民国19年 还是20年 民国20年 正式开战民国26年 34年结束 前后被日本人 从崩扁那边 成立围满中国 一直下来一直到 民国34年结束 然后38年就大陆丢掉 退走到台湾来 这过去这几十年的过程当中 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 杀了多少中国人 有谁在乎 没人在乎 对不对 可是最后 当你打胜以后 你不要日本人 赔偿一毛钱的时候 他今天起来了 他有记得你 中华民国对他做过什么恩惠吗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 知道吧 你们自己想想看 所以一个国家的新胜起来的话 他可以为所有的百姓创造出他的福利 创造出他的生活幸福 然后可以一辈子传下去 可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 不会被人家欺负 这件事情你们看法是什么 这是值得大家来探讨的 所以讲兵法第一句话 孙子就开宗民意就讲了 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查 因为他是什么 因为他是国 国家的死生存亡 那你国家起来的话 财富进来了 大家都想想很好的生活 就不会被外国人欺负 像我们台湾人被欺负惯了 大家好像都不太有什么感觉 都没什么感觉 对不对 钓鱼台 前上个礼拜我还看到 日本的教科书把它写成 韩国的独岛跟 台湾的那个中华民国的那个钓鱼台 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你们有谁看到这个消息没 韩国人看到 韩国就抗议了 中共就抗议了 台湾好像摩擦了 对不对 麻痹麻痹了 没什么感觉 这就是最大的危险 钓鱼台旁边有多少的保障 当然我不在乎 你如果真的连讲都不讲 那一句话就真的成真 人家就是认为就是他 你台湾多少人 通通不抗议 你已经默认 你接受了嘛 你连抗议都不抗议 不是吗 对吧 正好就郑重下怀 好吧 讲这个兵法 有大家所关心的 有大家不愿意谈起的事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下个休息